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 最近关于新冠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话题在国内又热起来了 科技日报代表中国科技界的行业报纸发了一篇报道 说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了 新冠病毒是美军德特里克宝实验室搞出来的 然后通过美军的血液项目传到了意大利 所以在2019年的9月份 新冠病毒就在意大利开始传了 这篇报道被中国的各个官媒 向人民日报纷纷的转发 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赵战狼 当然也转了 因为赵立坚以前一直就在鼓吹 说这个新冠病毒是德特里克宝实验室搞出来的 这回他认为有了很确凿的证据 你看是美国媒体自己报道 那我呢是没有听说过有美国媒体报道过这件事了 如果真的有美国媒体报道 说这个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自己搞出来了 那早就轰动了 而且呢我也没有听说过有美国有什么世界新闻网 这么一家媒体 那幸好呢科技日报的报道里头 附了这个所谓的世界新闻网的网址 WN.com 所以呢我就去看了一下 发现了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媒体 而是一个文护网站 是从世界各地的媒体抓新闻 放链接 放那个报道链接的 那这么一个网站而已 他自己根本就不做新闻的报道 所以你去说什么世界新闻网报道 那就跟说百度新闻报道一样的可笑 那么在世界新闻网上面 是不是抓来了 什么哪一篇的哪一个媒体的报道 报道了 关于这个什么德特里克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新闻 我就去搜了一下 因为这个世界新闻网上面是可以搜索的 我就输入了德特里克宝 就是英文 输进去 出来了 那总共是六条报道 五条呢 是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 都是中国自己报道 这个德特里克宝实验室制造什么新冠病毒 剩下的最后一条呢 是俄国媒体的报道 是一篇评论 不能说报道 是一篇评论 那就支持中国质疑 这个新冠病毒 那是美军实验室搞出来的 根据的也都是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是出口 中国的这些媒体 那是美军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报道 英文的报道 放到 被国外的这种文物网站给抓过去了 那传回了中国 就变成了是美国的新文物网站报道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科技日报的这篇报道 他号称呢 说整个事件的路径是很清晰的 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这个证据链 他说了 他说 首先这个新冠病毒是德特里克宝实验室搞出来的 然后这个德特里克宝实验室呢 管理不善 发生泄漏事件 然后通过美军的血液采集项目 就是有一个美军里说是有一个项目 从美国本土的各个军事基地采集血液 然后呢 送到海外的军事基地去 包括送到意大利的 这个军事基地 这样的话呢 这个新冠病毒就随着这个血液的包裹 到了意大利的军事基地 然后这个美军的意大利军事基地呢 跟当地的人又有一个合作项目 什么心理教育的项目 这样的话跟当地的人有接触 这样新冠病毒又传染给了意大利人 然后呢 就在意大利人当中传播了 所以呢 有论文发表了 说证明了这个新冠病毒 早在2019年9月就在意大利人之间传了 他这个所谓的这些路径 证据链 每一条呢 你要说起来呢 都有一点点依据 但是呢 每一条都经不起推敲 我们就说第一条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制造新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 他们之所以这么指控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这因为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以前的确是制造过生物武器的 是美军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那个是二战时候的事 后来呢 在冷战的时候呢 也有一段时间 也一直在研究生物武器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因为呢 当时的那些资料呢 很多了 都已经公开了 但是 到1969年的时候 当时是林克松当总统 他就要求美国参议院 批准美国加入日内瓦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条约 这样呢 参议院批准了 批准了以后呢 这个国际条约在美国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了 所以呢 美国就法律上是禁止 说在制造生物武器了 这样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原来的 那个生物武器项目就取消了 改为研究的是要怎么样预防生物武器的攻击了 所以从1969年开始 美国就不再研究生物武器了 认为说 美国一方面加入什么国际条约 一方面还偷偷摸摸的 在干违反国际条约的时候 还在研究生物武器 那个呢 纯粹就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来想象美国的事情 中国呢 的确加入了某一个国际条约以后 可以完全不理睬 还在偷偷摸摸的 在干违反国际条约的事 因为那中国的话 你只要大领导一句话 要研究生物武器 那就继续研究了 这美国是不行的 美国即使说 美国总统要求继续研究 深入武器 但这是这样的事呢 很容易被捅出去 会有吹哨人 会有媒体的调查 会有反对党 议员的这种监督 那么你一旦被捅出去 总统犯法了 那个就会被弹劾的 反对党是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美国他是 关在他的人 也干不了这种 明目张胆的 违法的 犯罪的 事情 因为是 风险太大 是会被追究的 如果美国觉得 有研究 深入武器的必要 那么呢 他完全可以退出 国际条约了 毕竟很多年 他都没有加入 那个国际条约 那个日内 国际条约 就禁止深入武器的 国际条约 那很早的 那1922几年 就已经有了 所以美国是 过了40年 4050年才加入的 他还想继续搞 深入武器 就没必要退出了 就没必要加入 完全可以退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可以相信说 美军是没有在研究 深入武器的 那何况呢 你这个新冠病毒 并不是 作为深入武器的 一个很好的材料 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在视频里边 已经说过了 如果要研究 真正的要研究 深入武器 是不会去研究 冠状病毒的 所以他的第一条 根本就不成 那咱退一步说吧 说的确是在研究 那么呢 有没有可能发生泄露 他们认为发生泄露 是因为你这个实验室 管理不规范 那的确呢 德特里科堡实验室 管理呢 不是很规范 而且呢 也在2019年 被美国疾控中心 发现了 这个管理有问题 所以呢 曾经有好几个月 禁止他们做 这个生物实验 就是那种 需要级别比较高的 比如说病毒的实验 就那实验室被关了好几个月 后来才 重新开了 但你这个管理 不规范 不等于呢 就一定会发生 病毒泄露的事件 如果发生了 病毒泄露的事件 如果 德特里科堡 真的是在研究 新冠病毒 不管是以什么名义 来研究 这个 新冠病毒 是为了干什么 那发生的 泄露事件 最先受影响的 是什么 是周围的地区 所以 如果真的发生过 泄露的事件 美国 在德特里科堡 那一带 早就爆发了 新冠疫情了 然后就 没有采取任何的 这种防疫措施 就会很快的 传播到 全美国了 就不会说 一直 等到 去年 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疫情 才大爆发了 所以 从这点 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有泄露的可能 但是 这种可能性 是很低的 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这个 如果真的发生了 什么泄露事件 那就有很多的途径 可以传到国外去了 你干嘛去非要 揪着什么 血液项目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什么血液的 项目 之所以他们 会突然想到 什么血液的项目 那显然是认为 说 去采血 然后去 那什么德特里克堡 那里采血 然后呢 这个血液 被这个新冠病毒 给污染了 所以呢 才会传出去 那显然这么编的人 以为呢 新冠病毒 是 可以通过书写来传染的 这当然是笑话了 因为新冠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 是不能通过书写来传染的 但另外一种可能 可能他们这么编 就认为说 有可能是血液的包裹 上面沾了新冠病毒了 然后用血液 这个书上 要把这个运输 是有冷链的 也就是所谓的冷链传播 但通过冷链 来传播新冠病毒 是只有中国人相信的 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把所有的感染的病例都怪为是国外的冷链 传进来的 但是呢 国外国际上是没有人相信 所以新冠病毒是可以通过冷链来传播的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不行 所以现在呢 中国也不好意思说了 现在是直接就怪到是什么境外输入病例了 已经好长时间不再提什么冷链的传播 这回事了 然后这个新冠病毒 在意大利 在2019年的9月10月间 是不是已经在传播了呢 这个的确是有人怀疑的 的确呢 也有意大利的研究人员 去做过血样的抽查 就是在2019年10月份采集来的血样 他们回头去测 测那个抗体 说是测出了有新冠病毒的抗体 然后就推测 有可能在2019年9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新冠病毒 在意大利在传了 但我觉得呢 其实很多人觉得 他们测出来了抗体 不一定是新冠病毒的抗体 而很有可能呢 是其他冠状病毒的抗体 因为我们人体呢 还会被别的冠状病毒给感染 就像有一些普通的感冒 就是因为感染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那么呢 你这个冠状病毒 你测抗体的时候 这个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 就其他的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 因为很像 你可能测出来了 实际上是其他的冠状病毒 也就是所谓的交叉反应 这个在免疫上面呢 是不奇怪的 也就是所谓的假阳性 所以这个是很可能 是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2019年的时候 9月份的时候 意大利已经在传这个新冠病毒了 那新冠病毒 这个传染性是算是比较强的 又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的措施 那么呢 这个传染的人数就会非常的多 意大利呢 早就爆发新冠疫情 而且呢 你这个医院早就急把那各种不明肺炎的病人了 这样的话 你这个医院早就垮了 不会是要等到什么大半年以后 到去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意大利的整个医疗系统才崩溃了 那不会的 不会等那么久呢 如果说9月份 2019年9月份就开始传染 可能到12月份 就整个医疗系统就已经崩溃掉了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看呢 也是不成立的 其实呢 如果我们按照他这个逻辑 这个科技日报的这个报道的逻辑 反而呢 更说明了 你这个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武汉的实验室 是泄露的 首先 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 而且是跟新冠病毒最接近的 这个蝙蝠冠状病毒 这个呢 是众所中之的发表了无数的论文的 那武汉病毒所是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一个重症 世界的研究中心就在哪里 所以第一条是成立的 第二 武汉的 那在实验室管理是很不规范的 那比美国的实验室的 这种生物实验室的管理 那更不规范的 这个实验的动物 经常就拿去吃 拿去卖 最早的太常见了 在中国 所以你这个更不规范的 那就更有泄露的可能了 然后呢 你这个 新冠的疫情 最早 刚好 就是在武汉爆发的 你可以说不一定是最早在武汉传的 但的确是在武汉 最早是爆发的 所以你从武汉的实验室 直接就传到了武汉 然后呢 就在武汉爆发了疫情 这个都还不需要绕那么多的 万不需要通过什么血液的项目 满世界的传了 都不需要 直接就在那传了 所以如果根据科技日报的 那篇报道的逻辑 那更可能是由于武汉 发生了实验室的泄露事件 在逻辑上更说得通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怀疑 就是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 或者呢 至少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 现在连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说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要求中国方面 交出关于这些新冠病毒的 这些最严实的数据 还有那些最早感染新冠病人的 那些他们的病例 要交出他 中国是坚决不交了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这件事 现在普遍的认为 说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没有 很少有人 或者很少有这种上得了台面的人 会去怀疑说是美国实验室搞出来的 你这么想 没有任何的政绩 纯粹就是一种阴谋论 你是相信阴谋论 那不脑子有病吗 对吧 所以虽然中国的那些官员 中国的媒体 从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起 就一直想把这个锅甩给美国 造了各种各样的歪例 所谓的证据 不停的换 各种各样的证据 然后由外交部的发言人出院 华春莹 赵立坚 都纷纷的在散布这种阴谋论 但是呢 响应的国家是极少的 都是主要都是中国自己 在鼓吹 然后可能还有俄国呀 伊朗啊 这些烂兄烂地 偶尔悄悄编骨复合一下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 想要甩锅给美国 所以呢 其实也不是很积极的 这更可笑的是 像中国自己呢 有时候又换了另外一副嘴脸 就中国政府的这些官员 一被人家说要来去 要来查什么武汉实验室了 马上就说 哦 这个新冠素颜问题 不要政治化 不要什么政治干预 你这不是很可笑吗 你把锅想要甩给美国 没有任何根据的 去指责说是美国的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 这个是不是把新冠素颜的政治化啊 是不是想用政治来干预这个新冠素颜的研究啊 包括科技日报那篇报道 我既然呢 是收在他的一个专辑 标题叫做 反对新冠素颜政治化 这不是很搞笑自己 打自己的脸吗 而且中国还说了 说反对炒作 有罪推定的 实验室泄露论 你现在毫无根据的说 这个新冠病毒 是美国的军事实验室泄露的 这个是不是在炒作有罪推定的实验室泄露论 对吧 你只有在边在怀疑 是不是中国实验室的泄露的时候 你才跳出来 我不要炒作这样 结果你自己就想 把锅又甩给美国的军事实验室了 中国还说了 他在说是这个新冠素颜问题 是一个科学问题 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 中国的科学家 自己都说了 还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以前分析过 说那篇论文是不靠谱的 但是你中国的那些著名的科学家 自己都说了 说你这个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泄露 而是自然演化的 科技日报当时也报道过 那你怎么不尊重你本国的科学家的意见呢 对吧 而且世界的科学家 国际的科学家 有一部分呢 是不相信 说是新冠病毒 是实验室泄露的 认为完全是自然起源 而且呢 是通过动物的这种中间宿主 来传给人的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认为说是有可能从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 至少呢 认为说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那你中国怎么不尊重这些科学家的意见 人家怀疑的可是你这个武汉的实验室 可不是什么德特里克保实验室 你怎么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 所以中国的这些政府的官员 这些媒体是极其无耻的 现在还想到一个什么出口转链销的 这种甩锅的方式 那更加无耻 已经无耻到 都不知道无耻是什么的这种地步了 但是这种无耻的做法丢的 实际上还是中国人的脸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